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那么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我们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首先呢,这说明一下,如果呢,你手上还没有这个教材 需要这一个课程的教材的话,那你可以这个免费的到我的这个部落格上面 到我的博客上,可以找到这一个下载的地方,就直接进到我的手里就可以了 好,那我这一份的课程呢,教材就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 2009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就是设计招式之美 也就是谈的是Android里头的这个设计的模式 那就是拿这个 那里头呢,找了这个将近10个左右的这个设计招式呢,设计模式 然后来让各位能够了解Android怎么使用这个设计模式 那同样的,借这个机会 来透过招式来了解Android的框架跟平台设计 同样的,也是透过Android当成一个换本 然后呢,让你深刻体会这一个设计模式的应用的结窍 那我们在这一张呢,我们要谈的叫做Android Factory的这个模式 就是抽象工厂模式 那首先呢,我会在这边跟你说明这一个抽象工厂模式 它的这个美合在 就是它让人家觉得用起来很舒服 很Comfortable 那原因在哪里? 那么它在整个架构设计中 有扮演什么样的一个美妙的角色 这个有很多种意义咯 看起来美,感觉起来美 这个感觉还很舒服啊等等的 这种美妙的感觉都算 OK 所以这边呢,收平了大格局的分和自如 然后呢,不知意能用 那么,来实践 不知意能用 OK 那介绍,这一个Gun of Four 就是这个1995年写的这本 设计模式的书里头的 对这个抽象工厂模式的说明 然后呢,接下来 这个在Android的框架里头呢 我们来找出它的范例 然后来说明Android里头的这个模式的应用 然后来帮您 然后来帮您 这个做两种模式的组合 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 Android的Factory 跟我们上一个 之前的一个单元当中 所介绍过的这个观察者模式 来把它做一个组合应用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 这一个大格局的分和自如 也就是 这一个让我们感觉起来很美妙 这个美妙到底在哪里 OK 在上面的第五章当中 有一个观察者模式 创造了一个垂直面的一个抽换性 复换性 OK 在上个 上一章里头 我们提到了 这个威尼斯的海军 那么他把所有的 这一个 环布啦 还有这个弓啦 剑啦 等等的绳索啦 等等都把它标准化 标准化的目的 就是要能够 实现抽换性 就是Plug in And Play 叫做 PNP 就互换性 就是说 我的弓跟键 那么 我没有键的 那你的键可以给我 我马上跟我的弓可以配在一起 因为 因为弓跟键的这个接口 是标准的 那么 我的弓 坏了 那你的弓给我 那么 我 还有键 所以你的弓跟我的键呢 也可以配在一起 这就是 一个接口 制定的一个标准化 那这个叫做可以互换性 互换性 那在这个 框架 跟应用 的 这个class 之间 分合自如 譬如说 Android的平台 这是Android的框架咯 大家都知道 Android呢 是一个 框架 对不对 好 是一个框架 那在这个框架上面 可以写很多 这个APP咯 可以很多APP 那么APP呢 可以 装进去 可以把它 移除 可以 你可以从 应用商店 下载 这一个 AP 那么你不想要的时候 可以把它移除 这就是很重要的 这个PMP咯 简单讲 叫分合自如 那么其中 依赖 这一个抽象的接口 依赖这个抽象的接口 而达到 不只有一能用 就是 我现在这个AP呢 只要透过这个接口 那么我又不知道 这个抽象类是什么 我就可以 可以 这一个 透过这个接口呢 跟它来 沟通 包括 从这边扣下来的 那么 还有 从那边扣上去的 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因为 它这边呢 会提供这个接口 可以提供这个接口 然后它来实现这个接口 让我们来调用 OK 所以呢 我们只知道这个接口 却不知道它 所以呢 我们只知道这个接口 可以配我的轮胎 至于引擎是哪一个 是今天的引擎跟明天 换了新的引擎呢 对我来讲是没有关系的 这叫做不知道它是谁 但是我却能够用它 那 那就从引擎的角度来看轮胎 也是一样的 我这个引擎呢 可以配 这个 胖胖的轮胎 可以去海滩 那么可以 配扁扁的轮胎 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面 跑得很快 可以加铁链 那所以呢 可以上高山 上雪地 所以呢 我这个引擎 对这个轮胎 我可以不去管这个轮胎是哪一种的 只要能够跟接口配得起来 基本上是OK的 这叫做不知而易能用 我要用它 但是我不必去了解它的详细的细节 这叫不知而易能用 所以呢 在我们的这个例子当中 就上一章里头的例子当中 是创造的垂直面 就是架构对AP 就是垂直面的一个抽象 一个方向性 我们在这里有提到过 这叫做一个垂直面的抽换性 就是上下的上下 然后呢 现在我们要继续来谈 那么我们又怎么创造水平方向的抽换性呢 首先我们来对水平方向的抽换性 来做个说明 就是CLINE跟SERVER之间的抽换性 刚刚是AP跟框架 现在呢 我们是CLINE跟SERVER 那就像这一个6-2的图了 我们先看一下 6-2的图到底画的是什么 哦 这一边把它画出来咯 这边就是SERVER咯 这边是SERVER 这边是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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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希望 这个CLINE对SERVER 也是不知而易能用 那SERVER对CLINE 也可以进一步的不知而易能用 OK 那么它依赖的就是要有个接口 依赖的就是我的接口 OK 要有这个接口 所以呢 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 这一张所讲的 这个抽象的工厂模式呢 能够来创造 这样子的一个水平方向的 水平方向的抽换性 OK 所以就刚刚所看到的图呢 我们抽换掉SERVER CLINE不受影响 因为CLINE调用的是 这个Factor抽象类的函数 去创造 这一个去创建SERVER的对象 再看一下咯 就是本来是这个CLINE 本来是CLINE 他直接来NEW他的 来NEW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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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NEW他的时候 他就必须至少要知道 这个SERVER的名字 SERVER的名字 必须找到这个SERVER OK 这个SERVER类的一个名字 当我们这边要NEW他的时候 那现在呢 这里不用自己去NEW他 而是从这边扣下来 是他来NEW他的 所以他知道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可爱可以不需要知道 因为他是透过这里再过来 再下来的 再下来的 OK 那这个EG高老师目前 在推动的EIT的造型呢 啊 这一个其实 就是E 啊 And I 就是T 所以我们称为是 把它加了一个EIT 它两个之间 就有独立性就形成了 它两个之间 就可以不自而易能用 这就是高老师在推动的 这种EIT造型的这个传奇咯 啊 的传奇 OK 好 那这边是在说明呢 就是 当 Cline 调用这个Factory抽象类的函数 啊 调用这个 调用这边的函数 这个抽象类的函数 它调用它 它再往下调用 OK 调用它的这个函数 啊 去创建这个Server的对象 OK 创建完毕之后 Cline类调用 这一个 或者呼叫 这一个Server类的函数 啊 去 使用到Server类的 函数呢 就完成了 两边的沟通了 我们再来看一遍 它总共有两个动作 啊 一个动作呢 一 就指New 就是要创建 从这边扣下来 扣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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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它New 起来了 好 第二个动作呢 把它New 起来之后 第二个动作呢 叫做Core 调用 实际上的调用 它 调用它 透过这个接口 来调用到它 好 那这样叫做 两个动作 一个先New它 第二个来扣它 OK 那New它的时候 Core使用的是这个接口 好 这一条已经没有了 在扣它的时候 使用的是这个接口 都属于这个框架 自己的接口 所以呢 不会用到它的接口 因此呢 啊 这一个 它改变呢 不影响它 不影响它 因为 这些接口呢 都是框架自己设计的 不是它设计的 所以呢 不会受它的影响 因此呢 就达到 不知而易能用 啊 不知而易能用 所以呢 完成了 两个类别之间的沟通 因为 我们 抽换掉Server 应用类的时候 不会影响到Client 因此呢 Server既有 这一个高度的抽换性 那这是一个美好的效果呢 这个效果呢 是来自于这一个 我们现在所要谈的 叫做 啊 这一个 Factor Measure 里头的一个模式 就是我们 讲过的 之前讲过的 就是一个 Factor Measure的一个模式 啊 一个Pattern 啊 那也就是一个EIT OK 好 那这样子的 就通了 啊 那如果说 原来的是走这个New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名字 这个类的名字 要写在这里 所以呢 当它类的名字 有改变的时候 这个的代码 要重新改变 重新Compile 重新Link 重新安装等等的 那这个变动的成本呢 啊 就比较高了 所以呢 啊 表示它的一个抽换性 就下降了 这个图已经展现了 这个Factor Measure的效益 就是这个Factor Measure 就是这个函数 它调用它 再来调用这个Factor Measure Factor Measure 再来New它 啊 然而我们 还可以继续发挥它的 这个魅力 提高更大格局的 分和自如 OK 那 这什么意思呢 那 我们就会 凸显了 如果我们 依据我们过去的经验 我们可以用Factor Measure 这样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呢 来达成呢 不值而易能用的目的 那我们还可以创造更大格局的 不值而易能用 这个时候呢 就用我们现在这一章是要谈的 一个 一个Attract抽象的工厂模式 那抽象的工厂模式的 美妙的地方 它就带来的大格局的不值而易能用 也就是创造了更高度的 这个 抽换性 因此呢 就可以 让我们的系统呢 顺畅的形成代谢 无限的繁荣 OK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说一下 这一个不值而易能用 的实践的方法 在前面的第二章 第三章呢 我们介绍过Temporary的Macer Pattern 跟这个Factor Macer Pattern的组合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组合呢 就叫 就是工厂模式咯 那你看 这是我们的Product Product呢 有这个TemporaryMacer 有HookMacer 就是HookMacer HookMacer 就是给 它是往下调用的 这叫做IOC 的一个调用的方法 IOC OK 那它扣它 扣这一个 它再扣它 那就扣下来了 就扣到这边的 实线代码 这边的实线代码咯 OK 好 那我们这一边 就是所谓的 这一个 一个TN 的一个 TN 叫TemporaryMacer Pattern 的一个模式 那这一边呢 也是一样的做法 也是一样的 它来扣它 它再往下扣它 这个也是IOC OK 好 那它在哪里 好 这一个FactorMacer呢 它的 重要的任务 就是去扣它 因为工厂嘛 就是要生产新东西 这个是Product 叫新东西 所以呢 这个工厂里头 要扣 Concrete Product 要扣它 OK 好 那扣它呢 那这里头就牵涉到 这一个跟它 两边产生的 这个相依性 产生的相依性 OK 意思说 它改变了 这一个类的名称 改变了这一行代码要改 这一行代码是写在里头 所以这个类呢 要改的代码 重新Compiler 重新Link OK 这叫做改变 好 然后呢 我们就来 依循这一个 看看 这一个 以变不变的分离 的概念来看 就是 稳定的在上面 善变的在这里 好 比如说 你的这个 里头的 实现的代码 就写在这里 所以善变的 写在类类 写在这个AP 比较稳定的 写在框架 这就是 以变不变的 这个分离的原则来看 因此呢 这样结构呢 就是 使用的 叫做IOC的 这个 机制 机制 让不变的部分 以会变的部分 随时再组合起来 所以 它把 变不变分离了 然后再透过IOC 透过这个模式 去把它又组合起来 所以变不变分离是手段 变不变分离是手段 那么 这一个 能够 随时能够合起来 才是目的 所以呢 我们说 要分得没有 就会合得快 那么 合了 才有钱赚 合了 才能够有钱赚 OK 分的话 是创造更多种组合的机会 所以才叫做 分 是能够创造更多的用途 合呢 才可以获利 那就是老子所讲的 吾之以为用 吾就是 把它分离了 把它拿掉 譬如说 这一个 把杯子里头的果汁把它倒掉 这叫做吾 所以吾之以为用 那这个时候发现 杯子有大用咯 OK 好 那么 合的话 要把它合起来 那么你杯子装上了咖啡 才可以跟客人收钱 所以呢 这叫有汁 就是杯子呢 把它 跟果汁把它分离 这叫无汁 就可以有杯子的大用 再来 杯子就可以跟很多种可乐 饮料 咖啡 做搭配 这个搭配呢 就会 有钱 可以拿 就是 叫做 有之以为力 那么这就是 框架设计的精神 也是当今 Android平台 iOS平台 的精神所在 例如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车体 跟这个轮胎是分离的 那这就是我在 推广的这个EIT咯 这是轮胎 这是引擎 这是接口 这是接口 OK 所以它透过接口 把引擎跟轮胎分离了 因为轮胎年年都会变换 但是车体呢 十年不变 所以两者呢 分离而得到标准的接口 得到的 那车体跟轮胎 分离是手段 随时能够组合 才是目的 因为组合 车子才可以跑 才可以赚钱 OK 好 那我们在 刚刚这里 所谈的重点 就是在这一行代码咯 这一行代码呢 是写在这里 写在这里 New Concrete Product 这一行代码 在这个结构当中是写在这里 因为它Bang了 这边要Bang 关键点在这里 OK 所以它使用了 就是在Client 这个Concrete Client这个类 这个Messor里头写这行代码 它使用了Concrete 这个类的字元 因为造成了 因而造成Concrete Client 跟Concrete Product 这两个类的高度相依性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明的 当直接把这一行代码写在这里的时候 它两个就有高度的相依性 因为它改了 它就要改 OK 它变了 它就要变 OK 这叫相依性 所以有高度的 这个Dependency 因此呢 可以增加一个Concrete Factor类 将这两个类 把它分离开来 把它分离开来 OK 所以呢 可以加上一个 这个Concrete 这个Factor 这个类 可以把它分离开来 可以把它分离开来 因此呢 这里头就 把这个New的部分呢 就把它写在 这个位置了 就把它写在这个位置了 OK 好 那以后呢 这边有所改变的时候 只要改这个就好了 改这个就好了 那这一个呢 它反而是New的它 所以呢 它对到它 OK 所以只要里头的 就说 这一个改成Concrete Product X 那么 这边只要改X就好了 这边就不用改了 因为这个没改 这个没改 OK 那这样子的话 就化解了 这两边的 这个相依性就 就降到为0了 几乎 然后把相依性 变成在这里 这两个构成的有相依性 那没关系 这一个未来呢 可以变B幅的尾巴 这个B幅 B幅的这个Tail 尾巴 叫B幅的尾巴 那这个就是B幅的Body 所以未来呢 这边有所改变的时候 那么 这一边当然会改 那么这一边呢 有所改变的时候 那这边可以 可以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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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两个是一体的 这两个一体的 但是必要的时候 这一个可以 可以移植掉 因为他 第一个就是他不受他的影响 同样的他也不受他的影响 就是说 这边有所改变的时候 他不影响他 即使说 这个Concrete的Factor 这个改成Y 是这边改啦 但是这边不用改 有没有 不用改 所以呢 这边 也可以讲 这边是B幅 B幅的尾巴 意思说 他变了 他也跟着变 但是他不变 那么他变了 可以说 这边也可以保持不变 或者这边变 都没关系 Anyway 但是不影响他的变 因此呢 两边的独立性 就产生了 两边的独立性 就产生了 所以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呢 就是 首先呢 先写这个Concrete Product 就是这一个 Concrete Product 之后 才能写 这一个 Concrete Client 现在讲的是 上面这一个部分 刚刚在讲这个Client 这个Client 跟这个Product 必须先写完这个类 才能够写这个类 为什么 因为 你用到他的 class的名字 要必须他先取的名字之后 你才可以写这行代码 那这就是 第一个 不方便的地方 不方便的地方 ok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当这个Product的名字有改变的时候 Client 必须改变 刚刚有说明了 当这个Concrete Class 呢 有名字有改变的时候 这边要改 所以在这里要改 那如果没有这一颗的时候 变成要写在这里 所以他改了名字之后 这个要改 所以因此呢 这一个是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虽然呢 在我们 这一个刚刚没有这一颗的时候 是一个Factor Meso Pattern 加上这个Temporal Meso Pattern 组合起来 看起来已经很完美了 但是 事实上 并不完美 因为两边呢 还没有独立开来 现在 加了这一颗之后 他就可以对 两边的独立性 有所长进哦 可以两边呢 我对他不之而易能用 相对的 我也可以对他不之而易能用 所以呢 就是叫B幅的尾巴咯 那么六 在图的六之四 就是这一个 看起来呢 就 就好多了 因为Cline里头 已经没有 这个ConcretePlata的字缘了 在Cline里头呢 只有ConcreteFactor Factory 这个字缘 OK 在未来的时间当中 当我们去改变了 这个ConcretePlata的类的名称的时候 就不需要 改变这个Cline的名字 的内容咯 当人们 在写Cline 或ConcretePlata的时候 只需要知道 这个ConcreteFactory 这个类的名字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知道他 这一个 这意思就是说 当在写这个开发这个class的时候 只要知道他的名字就可以了 只要知道他的接口就可以了 并不需要知道他的名字 也不需要知道接口 所以呢 这个对他而言 他是能够 不知而易能用 所以达到的 不知而易能用的效果 那么 所谓 不知而易能用 就是 对象A的设计者 脑筋里头呢 只要考虑到 V对象的接口 就是 这边呢 在 他要来用他 这是A 相对 这是A 这是B 那么 这边有一个接口 所以他只要用到他的接口 就可以了 用到他的接口 所以只要脑筋里想到他的接口就行了 不需要知道 V的一个内含 因此达到 不知实作 而易能用 就像你不知道 Intel的CPU 内部的结构 但是 我们所有的主板 所有的 这个PC的厂商 都会 使用Intel CPU 里头的设计 那里头的设计呢 外人不知道 但是大家可以用 所以呢 我们称为 在硬体上呢 大家对CPU 都是 不知而易能用 我们只是用他的接口 而不是用他的 这个 不需要关心他的细节 所以呢 在这一个Gone of 4 的这个设计模式这本书 开中名义 在前几页 就已经写了这么大的字 Program to interface Not an implementation 就是我们要针对接口来写代码 不要针对 所以 是做了奈寒 这样可以创造更高的这样的独特独立性 也就是降低了这双方的相依性 也就是创造了这一个两边的这个独立性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抽换性 所谓的抽换性 好 那我们 这个 暂时就先讲到这个位置咯 待会我们继续的来谈这一个 变与不变的分离 从这个角度再来探索这样的一个我们新的设计模式 OK 好的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谢谢了